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乾坤遗弃带中受成坤幻音纸的攻击后才将九阳神功大功告成 所以九阳神功学得最久 第三名是受火令神功 这门武功是张无忌从名教总坛使者手中所得 后经过小招的翻译他才有机会休息 而且张无忌也是在荒岛之中闲着无事 所以才进行修炼 期间却也是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将其炼成婴儿排第三 第二名是乾坤大挪移 乾坤大挪移是张无忌在光明顶密室中学到的名教神功 同样也是得到小招的相助他才能练 不过当时因为双方被困在密室中 倘若没练成神功 那么就要被困死其中 所以张无忌也就得更加认真 加上他当时的九阳神功已经大功告成 所以练起乾坤大挪移也顺风顺水 很快就练成了 只是张无忌最快学会的神功依然不是乾坤大挪移 第一名是太极拳 在赵敏率人袭击武当时 张无忌早已扮成小道士守在张三丰身边 为了应对赵敏手下的挑战 张无忌献学献卖 用张三丰的神功太极拳打败赵敏手下 因而他最快学会的神功是太极拳 你认为张无忌身怀的四大神功最强的是哪个 欢迎留言评论 喜欢记得关注我哦